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两句也行 我地家在东北 搜花江上啊 那里有满山遍野 大豆高粱啊 还不错啊 东北人会唱一段吗 正夜你来试试新年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我就会唱这么一句 好 我们合作成功 一人就会一句 老郭众人皆知 东北遭遇尴尬 去年我到东北去 去演出去 然后也是楼道里都是孩子们 然后我们在屋里边待着 一大帮小孩 东北小孩砸门 郭叔叔啊 开门啊 照掌相吧 郭叔叔啊 开门 郭东霖叔叔啊 然后最可乐有一小孩 旁边的孩子 你别瞎说 喊错了更不让进了 宅主遭遇哈利波特 今夜独家奉献 你有枪就了不起 你不知道我是骑着扫把来的吗 我原来和哈利波特睡了这么多年 把儿子交给我 为什么 因为他傻 他傻我就不能交给你了 阿尔苏 到底把孩子给我不给你 郭二爷 咱俩差了倍儿啊 你太客气了 孩子我是不会给你的 你要怎样 我要孩子 那我们再要一个吧 那我师傅帮我发 这是梁静送我的那个吧 对 你们都倒是成这样了 这不为了见你吗 见我你也不至于这样了 我还没出场呢 你们都是哪来的 谢谢 欢迎收看今天的听音乐文室 亲夜有幸 有请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郭德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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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差不多了 谢谢 你们太奔放了 有点 欢迎收看天际卫视 今夜有个戏 我是郭德鲁 欢迎你们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也不用多介绍 天天看 下下 我愿意在那站着 你在那站着不合适 孩子 因为得挨个儿介绍 都才到你了 好吗 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 站在我身边这位 穿 我直说站在我身边的这位 我来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助理 小影子 下去 那么刚刚下去的这位呢 是我的徒弟 也是我们的二助理 岳云鹏 好 你今天这身衣服穿的 确实很漂亮 嗯 好像这个装束好几期了吧 对 你莫非有些天爱 是啊 好看吗 首先 这个青春就挺好的 我觉得 然后红裤子 白鞋 袜子 还有绿秋裤 这好 他穿秋裤呢 绿的 可惜了 改帽子吧 就不改 所以帽子改的 我这么多徒弟里边呢 按素质来说 它是最高的了 对 而且来说 长得也很漂亮 因为在后台 我们都管它叫巾帼英雄 女同志啊 好好的啊 说到女同志这点来说呢 我们今天想聊一聊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几个 女英雄 这个英雄啊 按说不分男女 咱们把它摘出来 因为男英雄也很多 女英雄由于少 我指的是中国古代 但是有这么几个人 我觉得值得大说而特说 譬如说第一个人 她的名字叫 穆桂英 穆桂英是杨家将里边的人物 但是历史上呢 据说真有这个人 我来考一考你 你说 穆桂英是什么时候的人 穆桂英是宋朝 你再想一想 唐朝 我就知道他是蒙的吧 雀朝 我建议你那个药别停知道吗 你这喝着呢 祝你健康啊 穆桂英五十来岁了 还冲锋陷阵 所以提起穆桂英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还有一位英雄 是女扮男装 她的名字叫 花木兰 花木兰 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一个大姑娘 但是呢 为了保家卫国 女扮男装 出征十豪几载 据说最后被封为尚书之职 你知道花木兰吗 我知道 长相遇 我们的玉句大师 长相遇老师 穆桂英是马金凤 对对对 长相遇老师演的花木兰 其中有一段唱腔 特别好听 你是河南人 是 你用你的家乡话 给我们唱两句这个吧 柳大哥讲了话 离台片 谁说你子 向清线 你先下去 男子巴掌 道别 刚才您收看的是今夜有戏曲节目 唱得还挺好 除了不好听没有别的毛病 还行 唱的是花木兰 还有一个女英雄叫护三娘 水不凉山一百零八将 只有三个女人 一个是护三娘 一个就是孙二娘 还有一个 谁 你说吧 本来我记得就不辞事 好吧 就算有两个吧 好吗 那不行 您说说了 还有一个是 穆大丛 顾大嫂 顾大嫂 三位英雄 其中最年轻漂亮的 得说是一丈群 虎三娘 因为虎三娘 跟我关系很好 不是外人 她是我太太 因为我曾经演过一个 爱叫虎王英 但是我也上当了 他们跟我说 你来吧 演艺叫王英的 我说你什么身份 她说一个英雄 高大威猛 你来吧 却我才知道感情不适 这戏拍完了 大伙有看的 有没看的 要是没看的 就别看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这期节目 主要讲的不是 胡三娘 讲的也不是王英 我们讲的是女英雄 英雄分两种 有在朝的 有在野的 在朝的不说了 我们说的在野的 再野一点 就土匪了 这个话听得很顺 是吧 土匪里边 如果是女土匪 那大家特别满意 如果女土匪 还要漂亮的话 那看官们更加高兴 我们今天就请来了 天下第一美女土匪 当时有请马苏 郭老师好 马苏好 郭老师好 马苏好 郭老师好 马苏好 郭老师姓李了 演员马苏 这个看上去 套着江南女子 玲珑雅致的女孩 却是地地道道的 东北丫头 阳光亮丽的外形 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 使她顺利成章地 走上了演艺之路 有着东北人 质扭性格的她 正不断地寻求突破 让观众认识一个 不一样的马苏 我好几天没看见了 我觉得是啊 我特别想您 自从上次见到您之后 我这都睡不着觉 一看您这有手机微博 我马上就给关注了 你关注了吗 关注了 我马上我关注你 您必须的 行嘞 你现在粉丝多少了 照您差远了 所以我特想让您关注我一下 给我这个粉丝也增加增加 不能 你怎么会 你玩都早应该是 所以说您的影响力大吗 你去 再说一遍 您的影响力 在我们的影响下大吗 哦 你看这么说 我心里挺踏实的啊 你是拿你什么呀 我就拿了一个东西 我能参观一下吗 就是 这个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 就是我心目当中的您 然后 当我画完这个圆脸之后 我就觉得 好像一个这个算命的图 不是 看面向的那个图 所以我在下面就写了四个大字 大福之相 这是马苏 对 哦 算卦 你给我画的这个好像 头发长得靠厚了一点啊 我以为您嫌多了呢 但是挺可爱 你亲笔画的吗 我亲手画的 真好 我珍藏吧 这是可以辟邪的 你一定画起来 谢谢马苏 谢谢 听说你今天来不是一个人来的 呃 我 我 我这个 全家一起来的 还有谁啊 还有我们一个家庭成员 哦 你管他叫什么呀 我管他叫 喜喜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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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嘉宾呢这是啊 喜喜喜洋洋的喜 哦 喜喜洋洋的喜啊 小喜 嗯 哦 他来了吗 他来了 我们能见见他吗 喜喜 来 喜喜快来 我是不是一个特别不客气的嘉宾 欢迎喜喜 没事 你等着呢 你啊 呦 来呗 喜喜 快来快来 快来 快来宝贝 来 马喜喜 喜喜 听话来 抱着 真好 抱着过来吧 抱着过来 妈呀 你太沉了 好 真可要人吗 您试试 真乖啊 喜喜 几岁了 你这我一岁多一点 一岁多一点 穿一个熊猫的衣服是吗 让他坐下 他会吗 坐下 喜喜 他现在什么故事都听不见了 吓坏了 喜喜坐下 很少带他出来玩吧 很少 都是我妈妈带着他 他也不太认我 哦 你姥姥呢 哦 吓坏了 你爸爸呢 吃哆嗦 吃哆嗦 还在纳闷 来拜来拜 来拜来拜 我现在就待会儿待会儿 待一小会儿 你有时间陪他玩吗 我回家都会陪他玩 进门的第一件事就陪他玩 拍戏的时候不带他去吗 很少带 因为对 自己一个人有点照顾不过来 再照顾他有点麻烦 那莫怪了 嗯 吃狗粮是吧 吃猫粮 哈哈哈 你带这狗真有个性啊 真好玩 喜喜 男孩女孩 你说我是个男的 真好啊 喜喜 哎 行 听见了 挺高兴啊 你先适应一下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她适应什么直哆嗦 哈哈哈哈 嗯 喜喜 真好玩 行了 别难为她了 好吗 行 我们来个人把喜喜接过去吧 嗯 擦手 真好 哈哈哈哈 小狗非常可爱 穿了一个熊猫的外套 对 真好玩 嗯 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估计会特别好的 因为你跟其他嘉宾不一样 为什么呢 第一我们很熟 第二来说 你是属于那种高兴起来拦不住的人 哈哈 尽量克制一下好吗 我尽量吧 嗯 希望你健康 我希望他们快乐 我们坐着聊好吗 太好了 来 欢迎马苏 你好好的啊 有请马老师 你得管他叫姑姑 有请马姑姑 哈哈哈哈 大侄子你也做 哈哈 大侄子不能做 大侄子经的这活不能做 我告诉你别告诉他吧 大侄子生我信了 没事他就那样 往里头啊 你往这边坐点 不拍不着你 你不会在后边给我一下子吧 会的 我给你两下 嗯 这是从偏长赶过来啊 对 从偏长 还有什么伟大的剧目呢 哎呀 也不算太伟大吧 就是小小伟大 嗯 献给我们这个80号 哦 哦 对不起 我 糟了我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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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逗我 要不您一逗我一笑 这些话都说不不顺畅 我不能笑 不能不能笑 一笑我粉掉 哈哈哈哈 怎么说呢 嗯 就是我在拍一个戏 嗯 现在呢 是在小汤山里边 哦 刚刚呢 虽然一大堵车 但是我还是怀着一颗很高兴 很兴奋的 不行我一定要说完 可以啊 的心情来这里 我们那部戏的名字叫做 30岁你好 是献给我们80后的 嗯 因为那个刚才导演跟我说了 在上台之前 他说不管他说什么 你都要把你的话全部说完 嗯 导演我完成任务了 这点一定要剪掉啊 剪掉 我负责做后期 你有时间看我们这节目吗 看 好玩吗 特别好玩 我有一次看完之后 是 是重播吧 半夜 嗯 然后我就一宿没睡着 然后就一直想笑 就一直到早上 我第二天还拍戏 然后第二天就 跟我们家洗洗似的 两个大黑眼圈的 那个熊猫似的 就去现场了 真的哪一期 让你笑成这样了 哪一期都笑 你真捧我 那我必须的吗 我信了 我们有一个PS大赛 你看过吗 PS大赛 PS是一个英文的单词色写 它的全称叫 Soudesnet 对不起 没念过书啊 只不过就是把我的脸 变成别人的脸 看看今天都有什么新的作品 来 哦 这不是子怡吗 那是我偶像 哪个啊 苏志谢 什么梭子谢 什么梭子谢 你梭子谢是偶像 我偶像是福寿罗 变 哎 我天哪 哇 天 都是你啊 仔细看每一个都不一样 你仔细瞧 你看我 我最喜欢那个脱腮帮子那张 那张显得比较魅一些 那张 好不像你啊 不光你说的大伙都夸我 比较一下吧 心爱的苏志谢 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作品 其实我跟张子怡挺像的 手相 说什么呢 你仔细瞧那个名字 郭德刚 郭德铁 郭德西 郭德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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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下了功夫了 来 再来一张 哎呀 哎呀 这个可爱 他像我 旁边那像你 嘿 这小孩太好玩了是吧 太可爱 你喜欢这小孩吗 还行 来 变 我更喜欢这小孩 这也不是小孩的这个 来 对比一下 你看我小时候可爱极了 再来一个 这大哥是谁 来 变 我觉得您特适合眼望小枣 我一抽风的时候 他们都夸我可正经了 就是谁看我的微博了 来 比较一下 哎呀 可不可以我糟地死了 右边的是真人 左边是整容之后 来 再来 哦 你应该猜猜你是在左边 还是在右边 不好说 也许出现在花虫里 变 老太太就吓坏了 肯定不让他儿子娶 这张像李晶晶 还真像 你刚说一半是吓我一跳 好 比较一下 真挺像的 我说你老太太真挺像的 两张一样 还有吗 没有了 郭老师 收工工 这是 这也没写着名字啊 反正我们一个热心朋友跟我们做的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谁有这方面的才能好作品 往这儿来寄 我们会选出一二三能奖到现场和我们的嘉宾亲密接触一下 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 要不然它们不好好画 哦 郭老师 吃水果吗 可以啊 来吧 都能吃是吧 都能吃你放心 洗的吗 就洗了吗 吃完就跟洗了一样 不太新鲜了好像 挺干净的 不能吃啊 能吃 吃吧 吃吧 没事没事 吃没事 我先尝尝有没有毒 好吧 我还活着 没事吧 没事 我们这个 我让你吃一个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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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他们一下 我不合适 这很正常吗 啊 关键我没洗手 有的是机会 我为你喝口水吧 我不渴 师傅 我走吧 你把他们也带走吧 我们这期播不了了 我们这节目跟别人不一样 你随便吃随便说 瞎说瞎聊 尽闲你那土匪稳色没事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上别处去了 估计净说那正经的 正经的都说完了 到底是净不正经的 随便聊 好吗 好 喝口水 干了吧 尝尝没茶叶 来 干了 来我敬你 你干了我随意 好多朋友都喜欢马苏 但好多人并不了解 屏幕下的马苏 屏幕下的马苏 有一个特别淑女的一个 雅号 叫马大二 因为 好 谢谢啊 谢谢二姐啊 这个 我说不了了 其实就是这意思 他们不了解你 但是他们也希望了解你 你跟他们讲一讲 干嘛叫马大二 他们嫉妒我 这谁这么二 嫉妒你这个 对啊 就是他们觉得我太那个聪明了 所以要给我起一个这样的雅号 这样显得我 等一下对不起 答着一下 谁觉得你聪明 就我身边这些姐们们哥们们 还有 还有羡慕你聪明的 对啊 那你周围这都是什么人 你典型的交友不慎 都是一些特别好的好朋友 好朋友 其实说他这也是因为他 大的咧咧妈妈糊糊 是这个意思啊 那咱不能 那是胜利的意思 马胜利 马胜利 对其实就是这意思 那个说了半天说回来了啊 这大的咧咧的事能跟我们讲两个吗 让我们快乐一下 把你把我不高兴的事说出来 让你高兴高兴 高兴高兴 你看我都记着呢 郭老师 没少听 我有什么 我有什么特别 二的事 二的事啊 哎这就算一个了 那我讲完了 嗯讲了一个了 咱们讲第二个吧 第二个 嗯 特别二的事 比如说刚买的手机马上就丢 我不 嗯 我挺抠的 我得我得拴着绳揣兜里 没这还得摸一摸 真的啊 真的 哎呀绳子还在绳子还在绳子 对绳子还在 手机哪个都不知道 拿着电话找电话的事你都干过吗 这事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干过吧 嗯 我我我我就是去有时确实记性不太好 就是前两天拍戏中间终于有一点时间就想着我要回家一趟 看看我妈看看我爸嗯 再看看我们家狗狗 因为再不看就忘了他们是谁 哈哈哈哈 也有这种可能性 嗯 然后我就到了家门口 然后 哎呀就是弄我门呀 怎么家里没人呢 平时都有人 后来我就想到我肯定有钥匙 嗯 结果发现我就真没带钥匙 真的呀 啊我就怀着一颗那么热情的心回去 结果没带钥匙 你确定回的是自己家吗 我 我应该确定 因为我跟我们家熙熙对话了 我说熙熙 帮姐姐把门开开吧 哦 她乐了吗 她 哭了 累一半死了回了家没带钥匙 对 家里还没人 没人 这个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吗 呃 会会经常发生 这确实不好 这是个坏毛病 嗯 这个很难改 我我尽量克服吧 难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来喝水吧 我真不渴 喝完就渴了 这里边都下了药 水里有毒 刚才已经喝了吧 喝了 哎 打现在开始问什么说什么 要不然不给解药 会怎么样 会继续变好吗 我祝福你吧 你这个愿望好久了吧 嗯 反正从出生到现在了吧 据传说你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 还好吧 真的 还好 呃 因为我觉得人生当中可能朋友很重要 嗯 我是水瓶座的 肯定是 我的星座就证明了一切 哦 水瓶座的 嗯 哦 据传说 比如说吧 你找了马苏来借钱来 他身上有一万块钱 你想借一万块钱 拿出来就能给你 你是这么一人吗 呃 我 关键我没有 对 当然咱就比喻可能不太恰的 你说他有的东西你要他准给是吧 我觉得给东西其实是比较小的事情 你今天这个项链真挺好看的 这个 拿走 摘吧 摘吧 等不了了 大得咧咧不在乎 钱财如粪土 人亦值千金 交朋友比什么都重要 有人找你借钱吗 呃 很少 我身边的朋友真的还是都挺 挺自食其力的 都治得不好借 不是 是因为我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我妈给我发的 她们也觉得我不容易 哦 原来是这样 我认识你一个好朋友 谁啊 啊 来看个照片 哈哈 妮儿姐 嗯 妮儿姐太可爱了 跟她很熟吗 呃 也是排北风吹的时候一起合作的嘛 妮儿姐人特别好 就是特可爱 她 好玩吗这人 好玩真的是特别好玩 特特别逗 就是而且她特别善良 她很善良 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就是在长廷 就是在东北有一个地方叫长廷 我们转场 嗯 然后呃 当时她很火嘛 我离外转 然后大家都喜欢她 然后来了太多的影迷了 都在楼下喊她 嗯 妮儿妮儿妮儿你下来你下来 然后我们要转场了 当时是要转场到牡丹江 就是所有的影迷把这个整个大楼 这个酒店 包围上了 包围了 然后有有还有一些小孩什么的 就是我们两个在屋里面 还有下雨 我们三个在屋里面 他们就敲门 就敲门 敲门 严妮儿啊 你给我照照相呗 哎呀我求你了 阿姨呀我求你了 就你小孩演戏呢 我就求你给我照一张呗 然后严妮儿这个时候就坐不住了 她当时都卸了妆了 当时那天拍的戏是她演杨白牢 她不是跟下雨演的那个 就是跳那个那个喜儿嘛 然后她也卸了妆了 她平时稍微有点近视 戴了个眼镜 然后让她再来 哎呀大明 她那个助理叫大明 哎大明 就跟就跟人家照一张吧 她她那大明是个女孩 但是特下男儿 妮儿姐那可不能照 我这一开门 就把你们挤眉了 然后她说 哎呀那哎呀那怎么办呀 哎呀哎呀 我说妮儿姐你别照了 你看你这好像也没化妆 你说这衣服穿的 都是那种大棉袄 二棉裤的也不太立着 然后妮儿姐哎呀哎呀那这样吧 我戴个帽子 我说没帽子 没事没事 这有个杨白老的帽子我戴上 咱们照照相吧 哎呀是吗 特别特别可爱 你说这个我想起一个事了 去年我到东北去 去他们那个聊台的春晚 我去演出去 然后也是楼道里都是孩子们 然后我们在屋里呆着 一大帮小孩 东北小孩砸门 郭叔叔啊开门啊 照照相吧 郭叔叔啊开门 郭东霖叔叔啊 然后最可乐有一小孩 旁边的孩子 你别瞎说 喊错了更不让进了 哈哈哈 哎太多了 阿玛特别可爱 嗯 这是眼睛发生的遇见粉丝的事啊 对 说了半天竟抱别人的料了 我们要不要抱一抱马苏的料 宅主遭遇哈利波特 今夜独家奉献 你有枪就了不起 你不知道我是骑着扫把来的吗 我们俩和哈利波特睡了这么多年 把儿子教你 为什么 因为他傻 他傻我就不能教给你了 更不能教给你了 留在我这儿 我好歹还能给他变一变 我怕你虐待他 我怎么会虐待他呢 你能虐待我就不能虐待他 你也不会说话对吧 嗯 嗯 好了 听无间他怎么还能摁啊 大人的恩怨不要转移到孩子身上 嗯 马尔苏 哎 到底把孩子给我不给你 郭二爷 咱俩差了倍啊 你太客气了 孩子我是不会给你的 你要怎样 我要孩子 那我们再要一个吧 我们来聊一聊马苏的大戏 比如叫我的美丽人生 我们来看一下局长 这是跟李老师啊 嗯 李老师 好像你们剧组全组都来了上回 真的 你们怎么没见我呀 不 他们说你好像没有时间 啊 来了一大帮人 真的 嗯 有这种热闹我可愿意凑呢 真的呀 嗯 你下次一起吧啊 嗯 我们来回忆一下这部戏啊 都市清喜剧我的美丽人生 汇聚了李明起黄海波等当红明星出演 对白风趣幽默 剧中马苏再次蜕变 饰演小保姆形象 我会想方向好让你读着你给我滚蛋 是你做啊 我说我比女人还安全 造型淳朴气质憨直 成功演绎了一个为爱向前冲的80后勇敢女孩 那个演一个保姆 演一个保姆 以前没演过吧 没演过 有没有去体验生活啊 有 特意去上海体现了一个星期 然后去菜市场和家政公司去观察一下 嗯 跟李老师演对手戏特别快乐吧 快乐 像一个慈祥的妈妈 嗯 我觉得更像一个小妹妹 啊 是吗 对 因为她特别的 就是老小孩老小孩嘛 大家就要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奶奶要就跟哄哄着她那种的 但其实奶奶是一个特别敬业的人 她也很能吃苦 她最可爱的就是在我们都很累的时候 她还是会高八度的在跟我们说话 然后唱歌 老太太唱歌啊 唱得非常好 她下次来你一定要让她唱 这是我爆的料 真的啊 好 游戏是俄罗斯民歌 俄罗斯民歌 不好舌头 别说老太太那个年龄是赶上了 那会儿都听这苏联歌 而且一唱唱 就是那种表情的 不是精神是吧 对对对 你会唱吗 我真不会 真的呀 你不唱歌啊 我这个说话 以说话为主 我唱歌有如说话 那挺不容易的 我关键我怕唱完之后 你们的收入力直线下滑 她怕这个 你们怕吗 不怕 他们不怕 来两句也行 我地家在东北 搜花江上啊 那里有满山遍野 大豆高粱啊 还不错 还真不错 东北人会怕人赚吗 正月你来试些年儿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对对对唱 这是俩人的 我就会唱这么一句 好我们合作成功 一人就会一句 我们来换一张 大欺男搅匪记 这是李明奇老师年轻的时候 这戏现在正热播呢 我们介绍一下吧 你演的是一个女土匪 对我演的是个女土匪 这是跟柳云龙一起是吧 对柳云龙 讲一讲吧 当初为什么选择接这么一活 当初选择这一活 其实是比较感谢我的经纪人 是他帮我选择的 当时我自己说实话 还觉得有点心虚 因为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吧 可能孩子欺骗多了一点 然后我想土匪嘛 他应该自身有一股匪计 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比较难 而且从形象来说呢 我之前所接的一些角色 都是那种比较邻家的 然后天天哭啊哭啊哭啊那种的 从来都没想过 我会演一个特有霸气的人 然后后来 他就不能好好说话 你是不是 后来经纪人就劝我说 应该去尝试 而他说中国 毛主席第一个特赦的女土匪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人物 是一个真人真事 马苏作为大西南剿匪纪的女一号 在剧中饰演 泼辣且傲不逊的女匪郑娇妹 淋漓尽致的表演 将这个角色发挥到了极致 再次完成华丽转身 你敢打她是吗 我告诉你 我是虚假罢案的 我叫郑妖梦 我要再看看你欺负人 就扒你平 不敢 姑奶奶 跟你一下饶妹吧 据传说拍完这个戏之后 你落下很多的后遗症 比如 来 因为枪械走火 导致坐骑身受重伤 打着起怕打架 特别怕什么打枪啊 打架这类东西 挺挺怕打枪的 因为我觉得女演员都怕吧 就觉得她声音特别大 然后你很担心她会走火 或者是什么那个子弹弹出来 烫到什么伤到哪吧 特别害怕 对啊 第二 因为养成了很重的匪气 不会小声说话 总想要跟人打架那感觉是吗 有一点就是 就说话总是什么拍人你知道吗 就是跟就是这么着 现在好点了我看 就是好像忘了这事 对对对 然后 说话特别声音特别大 我们那会在整个剧组啊 这个氛围 就是大家的火气都很都很重 我们出去比如说就是跟别的组去会友去 就是经常会带上 当然很大家在一块特别好 我们这个剧组是一个小集体 因为大家同图委嘛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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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马老师假牙掉了 对不起啊 还稀弄一下啊 哎呀 这点一定要播出 要不就拿钱买吧 我 要一点什么面积纸吗 没有 没事 没事 验了 给我们一张照片看看条件 你再调记一下吧好吗 嘿 真有馅啊 这钻着人家枪了 什么眼神我这 眼神很犀利 据说你拍完这戏之后一时改不过来 瞧谁都转 对瞧谁都瞪着人家 哎呀真欠答 特别犀利 然后我把刚才那事还用再讲完吗 不必了 好吧 你刚才那条非常的好啊 第四 觉得自己有些精神分裂 嗯 真的呀 就是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你很 你就习惯了那种方式了 就是 兄弟们走啊 什么的 啊 啊 啊 就是 就是这样 你后半句没听明白 怎么呀 这就是一份书你知道吗 这种感受 就都是这样的 然后突然间要让我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我要对人家 特别正常的语气说话的时候 就有点不错 接受不了了 你自己接受不了自己 今天很难得马苏来了 我最近事儿有很多 没来机看你们这电视剧 得了功夫我再补吧 但是今天来了不能白让你来 我们想看看马苏现场演绎一下女土匪形象 我们这样 设计一个场景 这个地方叫有戏山 有戏山 有戏山金叶寨 两个债主 我是站南山头的 你是站北山头的 两个债主曾经是夫妻 生了一个儿子叫小月 一眨眼小月长得很大了 两个债主要争夺儿子的抚养权 这孩子长得像谁呀 舅舅 他长得像山后面的王财 那我争得干嘛 你准备好了吗 那就是我跟你争夺是吗 对啊 争夺山头是这意思 不是争夺山头 争夺孩子 争夺孩子 对对对 孩子小名可以叫山头 我们是两个山寨的寨主 之前曾经是两口子 后来有了一孩子了 现在咱们要抢这个孩子 好吗 看看我们怎么演绎一下 好吧 你看我是全头都 准备好了是吧 来我们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演绎的 摩拳擦掌的马苏 越越越是 真是来者不胜啊 老郭此番可真是棋逢对手 您这一顶财主帽 还真看不出来半点债主的味道 马苏倒是装备齐全 帽子 倒棚 配件 一应俱全 不知道您这二位 今夜将上演一幕 怎么样的穿越好戏呢 大幕拉开 好戏开眼咯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要打此树过留下我的儿子来 你有枪就了不起吗 你不知道我是骑着扫把来的吗 天哪 我原来和哈利波特睡了这么多年 那看来你现在也是有点小魔力了 闲话少说 今天来要跟你算行账 算吧 把儿子交给我 为什么 因为他傻 他傻我就不能交给你了 更不能交给你了 留在我这儿 我好歹还能给他变一变 我怕你虐待他 我怎么会虐待他呢 你能虐待我就不能虐待他吗 我能虐待你 但我不会虐待他 你既然能虐待我 你就能虐待他 那我就不虐待他 那你虐待一个我看看 我虐待一个 我虐待了他不就不跟我来了吗 正因为他呆傻 他才跟你来的 儿子 说句话 说句公道话 是愿意去你爹那儿 还愿意来娘个 儿子你去吧 好孩子 给爹露脸 儿子 孩子这几句话说得多好 好好看 娘就把这顶帽子赐给你 他不要这个 爹给你顶绿的 听不见 你也不会说话对吧 嗯 好了 听不见他怎么还能摁啊 大人的恩怨不要转移到孩子身上 嗯 马尔夫 哎 到底把孩子给我不给 郭二爷 咱俩差了倍啊 你太客气了 孩子我是不会给你的 你要怎样 我要孩子 那我们再要一个吧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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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发现我真的一直就在坑里就没上来过 哈哈 来吧 接过来小月 哎 放这儿 哎 就只有一个 马尔夫挺可爱的啊 演了这么一个没有台词的戏很投入 最后是一个喜剧的结尾啊 全家大团圆了 从此后一家四口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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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之后是如何得看明年的啊 玩笑说玩笑 大家今天聊聊天也知道了 马苏是一个好演员 台下也是一个好女儿 好女儿干嘛呀 我是指着孩子老爷说的啊 嗯 我们希望之后 在你的事业上越来越成功 谢谢 能拍好多好多好戏 也希望你越来越快乐 一生庆幸 谢谢郭老师 每一个嘉宾都对我们讲一个笑话 你有准备吗 哎别弄头套掉 笑话 他那个就是 好到这里来 来 我以为您不知道我说了呢 不能 来 讲得好的话呢 我记着好像 这边这边这边 不是 大好 说不好什么东西 大好对对啊 挺好 不会掉下个灯吧 掉铁棍现在 讲得好的话大家会鼓掌高兴 讲得不好天上会下雪 告诉你这个笑话有点冷 来吧 是这样的啊 就是在我来之前呢 那个导演再三嘱咐我说 你一定要准备一个笑话 但一般呢 就是我听笑话的时候 都是人家讲我在笑 我就没听清 我也没记住 那你笑什么呢 就是看着他笑我就笑呗 真好 然后我就自己编了一个笑话 我觉得挺可笑的 那说说吧 我这个笑话吧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的恐怖 中间的时候呢 特别的搞笑 结尾的时候特别的悲惨 太棒了 我们从中间听吧 那不行 我必须得从头说 那讲吧 因为这个 这个 我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人 没看出来 你这种骗自己有意思吗 从前吧 有个鬼 吓人吗 别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他放了个屁 好笑吧 真好笑 死了 下雪吧 我都不爱美丽 我这没见 你都没下个雪 我心事要把人提起白花钱了 谢谢马苏来精彩 依然必须 你有西红柿啊 哪里吃西红柿啊 我吃不了了 为什么呢 你这西红柿是有广告吗 因为这个节目原来叫 今夜有事 但是因为有普通话说不好的 说得很恶心 今夜有水 我都没好意思说 怎么管他笑诗 我教你说像啊 就是他会打快板 但还真是 会吗 会 真的说起快板这事 我还真跟他学了几天 但是你真没学会 稍等啊 月云庞把板拿回去 我真没学会 我不管 会不会是你的事 让不让你打是我的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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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你好多 他没有大块 他千万我不会打大的 小的都不会 小的不 我可能会 我试一下啊 这个小的叫节子盘 那我试着啊 不会了 我师父会骂我的 多少钱呢 我会骂你师父的 先看这手型绝对是很专业的 真不错 多白啊 你跟打板有什么关系 这真的是 我练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们都嫌我烦 就说 我总说这么长时间 你打这几下我就烦了 然后来吧 过来一个对 过来一个 他还刺这板 不专业这板都啊 没有大板啊 有 在那呢 啊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事 其实说句良心话 唱快板啊 十分之九在唱 十分之一是这个 啊 老先生 老先生说的 欢迎收看天津美食 你爱 тебе 除了 你爱不ا 是你爱 distinguish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